出席黃埔建軍百年慶祝活動 公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先跟所有將軍們拔甘情 要鞏固深藍支持者 這一次打出獎公牌 先拉近關係強調警察和軍人 其實戲出同門 更把炮火對準執政黨 要一起打擊共同敵人 更承諾會替所有軍公教人員討回公道 就在侯友宜離開現場之後 中午十一點半 台北市長蔣文安也來到現場 不過根據最新媒體民調 侯友宜調到第三名 第一名則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兩人差了十個百分點 對此侯友宜則是繼續好好做事 所有外面的民調都給予尊重跟採訪 我們不斷地要鑑定自己的選舉的節奏跟步伐 與黃埔官兵站在一起鞏固深藍選票 侯友宜要立晚落後審視 華日新聞晚上 黃埔官兵站在一起鞏固深藍選票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聞資訊 當然也包括體壇動態 就要鎖定華視新聞頻道 還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